但是 但是 從此話來說真正人生 我覺得最開心的事情就是 當你達到你自己定的目標的時候 我覺得人不要好高 勿遠不要去說我先要達成這樣子 是一步一步的小目標 完成小目標小目標 完成最後你走著走著 你發現我完成了我的大目標 沒錯 好那接著是 問那個潘爸跟溫柔一起問的問題 就是因為剛剛潘爸講說 不要太過於執著熱情放開 都有點執著那剛好有個名人 復蘭特定說 如果熱情虛弛你比較用理智去抓住那個 那請問潘爸跟溫柏如何去 掌握住說 你不要太過於執著還有再過於 就是這個是剛剛好的分量 你知道嗎 你這問我回答不出來 因為你剛剛說可能太過於執著 人的理智是很難去判斷的 就像我們常常會一時衝動 就把理智給消失了 這是絕對有的 因為最主要說 我們一個人 應該這樣講說 為了要朝向溫柔者的時候 我們會盡我們一切力量 不惜一切去把它完成 在完成的過程中 你應該偶爾會失去理智的 那時候因為想說 只想說我要成功 溫達到溫達到 那個理智就騙到那邊去了 以至於 以至於 就變成一種過度的 這個所謂的熱情 因為熱情應該講 它有四度的一種熱情 所以當這個熱情 稍微和過多的超過的時候 那我們就要用我們的理智喔 來去怎麼樣去把它給壓死 去給它 考慮的緩暗緩衝下來 這講得很容易 可是真的是很難 真的是很難 所以有些時候 像韋國這一次 我相信很多同學們都很關心 他這一次的意外實踐 那我想到每一位 藝人包括你們 一定想說 我一定要做最好的最好的 這個表演 讓別人看 讓大家能夠回憶 能夠回味 那這個時候呢 那就沒有想到 因為在他安排的過程裡面 一定都是很安全的 可是很多時候 偶爾會發生一些意外 還有意外 這個意外是我們不願意見的 但是並不是說 我去做 就是沒有超過 就是說沒有理智 不是的 而是那個時候的理智 是想說 我可以做到 但是沒有想到會有意外突發的事情 但是呢 我為我 非常的符合心 他覺得說 他沒有完成 也許 以後想要繼續 來克服 來完成 但是 在我的心裡面 我覺得他有理智 已經發生過了 這是我大人的立場 但是如果說這件事我個人的話 我的理智說 我還是要做 可是在 我現在變成加碼分的的話 我覺得 好像 不要再做 對不對 這是我的理智 所以 你會覺得說 理智雖然可以 去壓縮我們的 這個熱情 但是 並沒有辦法 真正的 去實行的 所以 看你自己人生 當初的情況 這是我想法 謝謝 韓教授